今天做一个广东菜 姜葱炒鸡 主要原料呢就是半只鸡 然后呢一块姜 还有三根葱 鸡清洗干净 然后再拿这个厨房纸 把上面的水分粘掉一些 这样炒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水 下边就是把这个鸡胸肉给它剃出来 这是我刚刚的鸡 所以这个鸡胸肉不是很大 就一点点 单贴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这个chicken nuggets 我是留着的 鸡胸肉剃出来 剩下开始解鸡 解鸡的话 尽量不要把这个骨头给它剁断了 因为骨头剁断了 里面的鞋身就出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 一掰把它掰开 然后呢再沿着这个骨头 把它切开这样的 这样 但是这么一块太大了 然后呢再把它里面的肉剃下来一些 每一个都剃小块一点 这样的话一会儿炒的时候好炒 鸡胸肉也是这么掰开 再把它从这儿切了 不把骨头切断 这样的话到这里面就要把它斩断了 但是这里面的血水应该比较少 但是这里面的血水应该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这个皮上的味道会比较更重一些 这个葱把它分成两份 一个是葱白 一个是葱叶的 就加的时间不一样 这个也不用切得很碎 稍微切碎一点 再切几瓣蒜 不用蒜不用切得透于薄 把这个葱白放在一起 先把铁锅烧热 加点菜籽油 你润一下锅 再把火呢 拧到中火就可以了 不要拧得太大 放入姜 先轻轻的煸炒几下 滑下去 盖上锅盖 不要动了 你打开锅盖这样轻轻的晃一下 才放不动 就说明下面还粘着 这个时候不要拿勺子去翻 这样翻一下 我尽量不拿勺子翻 勺子可以把它扒平了 但尽量不要拿勺子翻 因为这个鸡肉饼一碎 这个时候你基本上看不到水了 所以就把这个葱和蒜放里面 再插一会儿 放一勺料酒 盐的锅盐下去 酱油 再来一点点蚝油 一点白胡椒粉 8分钟到中火 焖8分钟 焖了8分钟 先把它拌均匀 这个葱姜的 这个葱姜呢 味道已经非常的浓郁 我没有加盐 是因为这个 酱油和蚝油都比较咸 沾上盐味再停 要不要加盐 你觉得味道正好不用加盐 那剩下这个葱姜呢 剩下的这个葱姜呢 小盐一下就可以鸪痠了 啡事 你吃着